秋名上看到的幾百點出的作品 剛好是有嚼勁的尺寸跟火草堂案之外 上色的看材質有人可能覺得很熟悉 因為這是早期的洗衣服還有菜店 特別勸他的藝郎 找到很多他對環境保護的意念 比如說他對天地的崇敬 像這些是廢棄的 人家不要的洗衣板 人家不要的切菜板 他就拿來做創作 並且那個內容 你可以看到他對天地的崇敬 這檔於就是 我們東科技大學所來的幾位 余世風華環保守衛在電 是好好為了提供到ESG英雄發展的理念 特別要請到 再來我相當出名的蔡宇老師 和康思浩老師來做到電視 這一檔 這一檔 我們特別把主題設定在ESG 那在以學校的教育立場 我們希望學生對ESG 是有感的 並且我覺得這一場是很特別的 我們把ESG融入在藝術的涵揚裡面 兩位老師利用到火器 在此進行到創作 剛才是生三方菜點和麻布 還有當下可以做到微薄之外 和焦頭也可以拿來做花火 他把石頭 那個故宮的翠玉白菜 很類似的概念 就順著它原來的形狀 順著它原來的顏色 做很優雅 很有深度的藝術作品 以照著焦頭的原本的形態 變職處減塞 這張子還有麻毛蟲頂頂的可愛主題 另外火器的這個爪布 經過的腳手也可以變成一百四歲 瓦霧子 它用瓦霧子的孔隙做邊框 所以那個很巧思的 那瓦霧子這裡也是一樣 也是用這個環保的廢棄的材料 做成很美麗的藝術品 我們董科技台下標是說 這棟電欄最多豐富也真有內涵 這棟稿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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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便可以坐著來做點欣賞 我們聽新聞單一聲 新七菜方法